喂,薯片小姐,我是周七洛。 聪明的你一定早就猜到了我会打电话给你,对不对? 因为今天可是个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日子。 早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变得小小地坐在我的手心。 梦醒来的时候觉得好可惜,但转念一想,如果薯片小姐真的变小了, 那我就不能在第一时间张开双臂将你抱个满怀了,那怎么能行? 其实,不管是关于工作,美食,游戏,还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都有很多想跟你分享的事。 只要和你在一起,就算是最熟悉的日常,也会带来全然不同的感觉。 不过,最重要的话,还是要先保留到今晚。 今天我穿了你最喜欢的衣服,带着你最喜欢的礼物, 还有独属于周祈乐的笑容和怀抱。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见你了,等我。 是我,白起。 突然打电话来,是想提醒你,别忘了我们今晚的约定。 其实我并不担心你会忘记,可能这个日子有些特殊, 我只是想提前听听你的声音。 别担心,一会儿的见面,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切。 明明我们已经共同度过了那么多有意义的日子, 但和你见面之前,我居然还是会紧张。 可能因为,我想一直做你心中,最值得被期待的人。 至于我的任务,不用担心。 很早以前,我就在计划表上,把这一天的时间空出来了。 我看过天气预报,今晚天气不错, 一抬头就能看到月亮和木星, 做什么都很适宜,都很好。 其实,我还有些话想告诉你, 但不是在电话里, 而是在你面前。 所以,晚些我会去接你, 等着我就好。 喂,我是许墨。 刚才收到了学生们提交的教师评价表, 看到了不少有趣的留言。 我发现, 大家在课堂上注意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细节。 比如,你挂在我包上的小玩具。 原来有这么多人没有认真听课, 看来以后我要严格一点了。 你怎么也紧张起来了, 莫非这位同学也会在我面前走神吗? 虽然我很乐意被你以任何方式关注着, 但有些重要的话, 还是希望能被你一字不落地听见。 毕竟今天对我们来说意义特殊。 开始好奇了吗? 那就麻烦这位同学 保留着这份好奇 直到今晚的见面吧。 别忘记我们约好的时间, 晚上见。 喂? 是我, 李泽燕。 我刚出公司, 把你那些快递都带上了。 什么快递? 看来有的人对自己做的蠢事毫无印象。 你前段时间买的什么 今年的最后一份零食, 最后一支口红, 全都送到我这里来了。 前台把这些花花绿绿的盒子 送来办公室的时候, 表情很精彩。 还跟我一前打听这是买给谁的? 很好笑吗? 偷着买垃圾食品, 记错地址, 害怕我也拉下水。 犯错犯得这么熟练, 看来已经对可能出现的后果 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要做什么, 到时你就知道了。 不是一直说很期待今晚的庆祝活动吗? 那就快点收拾吧。 晚点见, 别迟到。 喂,在干嘛? 我是凌霄。 气得这么及时, 该不会是抱着手机 在等我的电话吧? 嗯,你以为我是你, 会记不住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现在不用说, 留到晚上。 今晚的庆祝派对 已经准备好了。 说好了去年去你喜欢的地方, 今年就要听我的。 喂, 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这绝对是一个很热闹, 很特别, 可以让你记住半辈子的派对。 至于剩下那一半, 自然是留给以后了。 对了, 现场乐队还缺一个键盘手, 不如你来客串一下。 不需要排演, 因为你就是今晚最重要的主角。 就这样, 往上见, 不要迟到。 嗯, 我等你。 水片小姐, 你找到我了。 和你一起经历过的美心事, 我都记得清楚。 遇见你之后, 很难不贪心。 除了你以外, 我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人。 过程可以慢, 结果还是要赢。 我从来没有属于过的美心事, 我从来没有属于不可的。 您就什么时候听见我。 人家人已经是有ует的。 我们在翻身机里, 有点不对劲。 我现在在。 头好重 怎么回事 现在还不太清楚 看来发生了一些特殊情况 你也在 那这睡着的两个人应该是 喂 大明星 醒醒 怎么感觉这一觉睡了好久 这大娃娃哪里来的 怎么还会动 现在是21世纪了吗 你先低头看看你自己 怎么变成娃娃了 怎么这么吵啊 大周末的还让人睡觉了 起来吧 现在不是能安心睡觉的时候 发生什么了 刚刚谁在和我说话 情况紧急 我先说明一下 目前看来 大家都变成了娃娃 谁干的 谁这么无聊啊 不过真没有想到 你们变成娃娃的样子是这样的 什么样子 从外表看呢 变成娃娃的李总 威慑力不减 嗯 娃娃的脸挺软的 手感不错 啊 真的 嗯 这娃娃做的倒是挺有特色 一眼就能认出你们是谁了 不知道策划这件事的人背后有什么图谋 比起它就这一点 不如看一下我们现在身处何处吧 上面有个抓手 这里有手柄 从外观来判断 我们在一台娃娃机里 娃娃机 这里有人吗 我们不会被当作真娃娃夹走吧 那可不好说 等会儿 一觉醒来处于异世界 还碰到熟人 我怎么觉得这个剧情有点熟啊 我有印象 去年 我们在一座孤岛 只是不知道这一次 后续会不会像上回那样发展了 一点冲冲 要提防意外情况的发生 比如说被抓走 或者辩不回去之类的 有人来了 别出声 有人出现 看来我们还在现实世界 这家电文城我好像有点印象 听说这里还发生过灵异事件 有时候大半夜没开的机器 也会亮起来 离运事件 那我开始有兴趣了 当务之急 是要先离开这里 如果发生意外情况 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来说 毫无还手之力 我同意 之后找到了作案者 我会第一时间 将他移交特签书 难得的周末又被毁了 果然 Evo用不了 接受现实吧 我们现在是连四只 都不太灵活的大头娃娃 娃娃接着是个 玻璃门 锁上了 看上去也没有类似机关的东西 这玻璃能打碎吗 恐怕很难 来都来了 不如歇会儿 大家一年才聚一次 回在一起聊聊天得了 看来研究生的学业 对你来说过于轻松了 有没有兴趣 两目学院都修一门课 我拒绝 哎呀 好了好了 拯救世界的任务 就交给本超级英雄吧 玻璃倒是完好无损 不过 你还好吧 疼疼疼疼疼 疼 太不科学了 为什么变成娃娃 还能感觉到疼 娃娃能说话 已经很不科学了 虽说我刚刚也准备这么做 幸好没行动 看来唯一的办法 是从取卧口逃出去 不过这告读对我们来说 可能有些难度 听上去 很适合拍笑调威娃的大明星 哎 白警官身手这么好 爬上去也一定很轻松 不如你先来 哎哎哎 你们一个个来啊 不要急都有份 那你们几个在前 我们电话 噓 有人过来了 小心 别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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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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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放心啊 他没那么容易得手的 爪子马上就松 啊 别 别 啊 啊 啊 嗯 哦 啊 这个吓死我了 小灰躲着的 哼 就他那点毕业 能抓到我们才怪 确实 这个娃娃姐的爪子很松 到时帮了我们一个忙 不能再呆在这里了 我们得尽快逃出去 正好现在周围 没什么人注意到这边 行 我来试着 我来试试 小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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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娃娃的手脚也太不灵活了 因为长手长脚的大头娃娃没那么可爱 那我帮你一起吧 搭个人梯不算难 我帮忙盯这边 哎 那我也在旁边盯着 需要的时候搭把手 小心 你先试着 装好取物口的边缘 保持好平衡 现在这样容易睡 噓 有人过来了 别跑 好想 糟糕 不小心被发现了 他好像一直在回头 还要在这无聊的地方待到什么时候啊 邓旭 刚刚那个人又在往这边走 都是套路 你们小心 我随时可能掉下来 他被砸到了 他这个表情 看来像是被砸疼了 李总不会生气了吧 我想李总是不会因为这件小事而生气的 我 当然不会 刚刚那个人已经起疑了 很有可能会遮回来 这样似乎不太行 看来只能等到天黑 商店打烊之后 再开始行动 那岂不意味着 我们今天一整天都要待在这里 不过很可能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被抓走 要是给我一把铲子 我指不定能挖出条地道呢 我说过了 你们这个娃娃机肯定有问题 不行 你给我过来看 好的好的 客人您别激动 这下糟了 看来之前说过的意料之外的情况 发生了 躲不过了吗 我命令你 屏幕前的制作人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招募同行 练语制作人四周年纪念直播 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孟阳 练语制作人也陪伴我们走过了四年的时间了 一到十二月份 我相信屏幕前的制作人们都非常期待周年庆的到来 今年呢我们直播间也准备了超级多的内容和情报 同时还有一大波直播福利 保证会让大家收获超多惊喜 那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边江 阿杰 吴磊 夏磊 赵璐 五位生物老师 欢迎 有请各位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边江老师 哈喽 嗨 哈喽 啊 边哥你好 洛洛你好啊 让你自我介绍呢 哦 呃 大家好 我是在练语制作人中为周奇洛配音的边江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在练语制作人中为白起配音的阿杰 谢谢 嗨 是我 没错 就是我 大家好 我是在练语制作人中为李泽研配音的吴磊 谢谢 大家晚上好 你们好 我是在练语制作人当中为许墨配音的夏磊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赵璐在练语制作人当中为林萧配音 再次欢迎五位老师啊 欢迎欢迎 今天我也特别荣幸能跟五位老师一起参与这次直播 然后希望今天晚上多多耻较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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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老师们手上的手偶呢 让我想起了刚才的娃娃大冒险 老师们演绎的超级精彩 而且其中一些情节我觉得实在是过于真实啊 让我不由自主的联想到自己在生活里的一些经历 那正好想问一下 各位老师去年一年有没有一些生活里的变化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有没有 有没有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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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都看我 哈喽 因为感觉你 嗯 变化最大了 那就 我当爸爸了 哦 恭喜恭喜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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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嘿嘿嘿 好 那阿杰老师 呃 你当爸爸了 我也我也 哈哈哈哈 我我 我子我都当了九年了 我 我儿子上三年级了 哈哈哈 哎呀开玩笑啊 嗯 哎 北京的环球影城开了 没去过 没去过 加一 那我带着我儿子还有咱闺女一起去吧 你请 可以啊 没问题 见证啊 见证 可以可以 可以带朋友哈 是âik 都一起去 大家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武林老师 其实也会一直跟角色 着际相处啊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工作 还要录音的嘛 对 所以今年呢 我们去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 一个非常非常崭新的录音棚 这个录音棚跟以前的相比 它大了很多 设备也好了很多 而且呢 房间也多了很多 具体位置在哪呢 反正我不能告诉你 卖了个关子 允许五个人同时录音 绝对可以 而且可以五个人 在不同的彭录音 对 这个地方武蕾不说我来说 好的 这就是我们叠纸新的办公大楼 厉害 上次我去叠纸录音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大楼的一楼 在循环播放 巡播的那个生日的PV 然后我抬头一看 尚书叠纸大厦 是一整栋楼 一整栋楼 全是叠纸的新办公点 太厉害了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那赵璐老师 有没有什么厉害的故事 既然前面两位哥哥都说了 我们的工作地点 发生了变化 那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的路程 可能要比之前要远一点 对 就是去配音的时间 去叠纸大厦 虽然是崭新的大楼 真的一栋楼都是 包括崭新的工作环境 崭新的音棚 但是我们的旅程 也是崭新的 所以还是很兴奋了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过去的一年和前一年 还是旗鼓相当 是的 是的 没错 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 很多很多有趣的小事 虽然这些事情 只是千万生活里的一小件 但我相信 正是因为这些 所谓的小事情 所以才让我们的生活 添加了很多鲜活的颜色 对 我也相信呢 在过去的朝朝暮暮中 大家在练语室 也经历了很多有趣的小事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那让我们进入 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招募济世 各位老师都知道 今年是练语陪伴大家 走过的第四年 我相信每年呢 老师在参与练语的配音工作时 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如果老师们用一个词来形容 今年对游戏的感受的话 老师们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我先说 我觉得应该是谜题 因为自从打开了新世界之后呢 我们的剧情 真的是越来越扑朔迷离 然后走向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烧脑 所以其实我还是特别期待 这个剧情走向的 好 我本来也想说谜题 我现在得想一个新的词了 那就是新鲜吧 因为咱们这个游戏呢 就是里边出了很多新的内容 新的玩法 其中啊 我就特别喜欢 这个新的那个宠物系统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也养猫嘛 所以我觉得 在游戏里边养猫 也是一种全新的这种体验 一种新的体验 我就突然想起了 这个 就是七夕的那个约会中 李泽妍 为你画眉 而且还霸气的回应了 对吧 要捧你一辈子的戏 你们就不觉得 后天后天的牙疼吗 你这弯转的 对不对 就是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 从事实来证明 炼鱼制作人 没有最甜 只有更甜 是的 所以关键词是 牙疼 我以为是甜蜜 对我也以为是甜蜜 结果是牙疼 生活当中需要很多 很新鲜的东西 同时也很需要仪式感 哇 虽然我们 炼鱼的周年庆 已经是第四次了 也是我们直播的第四次 每次来参加 我们活动的时候 老朋友坐在一起 感觉都不太一样 虽然大家很熟悉 但是每次坐在一起的时候 都特别认真 感觉就像要 赴一场特别 特别有意义的 一个 一个约定 所以我觉得 敢赴这样的 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一定需要仪式感 是的 是的 没错 对 好吧 既然大家生活 有新鲜感 有仪式感 也出了谜题了 这谜题也把人的 牙给弄倒了 那我只能在此 非常的欣慰了 原来在这儿呢 对 我觉得看着林肖 不管是对待 自己喜欢的人也好 对待自己的学业也好 包括对待自己的任务也好 他在处理这些细节 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变得越来越成熟 虽说是遇到了一些的困难 但是我相信 通过这些历练 他的心境 包括心境 也都有了更好的一个提升 所以看到他的成长 我觉得还是 非常非常的欣慰的 说得好 特别好 是的 谢谢 各位老师找到的词 真的是精简但浪漫 那其实我们比较好奇的是 各位老师在生活里面 会不会受到角色的影响 而产生一些变化呢 其实呢 在本次直播开始之前 我们给所有老师 都下了一个小任务 这个任务呢 就是在我们的直播上 带来一件属于自己的物品 但是要跟角色有关 不知道各位老师 有没有准备好呢 那能空手而来吗 那必须的 来 我们拿东西 第二三转身拿东西 看来都带过来了 那我们从哪位老师先开始呢 那从我开始吧 我这是一本书 小王子 这本书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虽然平时呢 和自己家的小朋友会一起看 它本身是一本童话嘛 但是 但是 小王子这本书当中 有很多很深层次的东西 我觉得它跟 它跟许墨特别像 就是 非常温柔 整个书的感觉 但同时又藏着很多很多 让人周末不透的 有意思的东西 谢谢 谢谢夏蕾老师的分享 下一回 好 这个 其实看起来非常的 舒适 对不对 有没有饿 现在都晚上了 记得吃东西哦 我饿了 对吧 你们都知道 这个我平时也喜欢这个 吃一些美食 然后去探店 这一点好像还跟我们的 李泽延有点相似之处 所以每到一个店里呢 我都会去 点各种各样的布丁 但是我心心念念的一款布丁呢 其实是 我们李总的浇糖布丁 一直都没有吃到 所以呢 内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希望李总 下次能不能赏个脸 给我做一次浇糖布丁 你都已经安排上 吴丽老师都已经牙疼了 这个浇糖布丁 我觉得就 少吃点 就交给我们来分享了 口是吗 吃一口还是可以 那接下来 我给大家 带来的一个小五角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一个猪鼻子 有点像猪鼻子 雷哥说的是对的 这其实是 被林肖安利的一个 考古盲盒 刚刚主持人不是也问到 我们说 从角色身上 学到了一些什么 或者说给我们带来哪些 其实通过角色呢 也让我对考古方面 其实多了一些涉猎 也回去看一些片子 要看一些纪录片 包括这个 我们看到林肖给大家 安利的这个小物件 是我们从 是我从 泥巴当中 一铲一铲一铲 把它给 刮出来的 对 大家查完之后 就会发现 你的面前 你的身上 都会有很多的 这种泥巴 然后就出现了 这个小桃珠 非常有成就感 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 我站起来了 为什么要站起来呢 不告诉我 没错 先卖个关子 我们好 那我说吧 你说 他站起来 让最后说 多站一会 多站一会 发展 我给大家 也是跟吴磊一样 也是一种特别 因为这个 食物有点太大了 不好从北京的家里背过来 这是一盆绿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认识了白旗以后 我就 我也挺喜欢 这个绿色植物的 我觉得养这个 放在家里边 每当这个阳光照射 到阳台的时候 就感觉心里边 非常愉悦 其实我跟白旗 平时也会有交流 怎么样去养这些绿植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有一个 绿植杀手的 那你还跟他交流 这个 具体因为什么呀 大家可以去问问他 好的 好的 非常谢谢 那就剩您了 别当老师 我换下一个话题 差点把我插过去 是吧 他一定有大的东西 我觉得 不是吗 你们都可以放在口袋里 我这个没办法放 OK 其实大家都知道 齐乐呢 特别喜欢吃薯片类的 这些小零食 所以我千辛万苦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找啊找啊找啊找 终于找到了一个 特别适合他的一样东西 给你们看一下啊 而且这一趴会需要我的帮助 帮我拿一下 对 我的妈呀 真的是真零食 也是真零食 还真能背 可以可以可以的 特别适合你 那个表情报 我以为你说 我非常一下年轻十岁 不不不 你一直都是非常年轻的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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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棒 都很棒 我给老师都拿来了 非常丰富 而且种类频多的这个物品啊 我觉得大家也都是 诚意满满准备的 感谢老师们的分享 大家都非常圆满地 完成了这个任务 而且有一点 我觉得特别感动 我能感受到 老师们和角色 正在日益加深之间的联系 从而产生了更深的羁绊 而我认为啊 这些羁绊 这些联系 也会成为时光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给频繁的回忆 增添一些纪念的理由 而说到纪念 什么东西值得纪念呢 我这里倒是有个 惊喜要带给大家 那事不宜迟 让我们赶紧看看 今天的第一个情报 这个东西 我知道不少制作人 从暑假就开始期待了 经过了这几个月的等待 我们猎语制作人 和中国邮政合作的 书简寄情联名邮票礼盒 终于快要和大家见面了 这个好 而且今天我带了食物 给各位老师看一下 赶紧拿来看看 就仅仅是给各位老师看看 重音是看看是吗 食品样片 也能看看了 老师传阅一下 好好好 说到邮票 你们有没有小时候 有集邮的一个习惯 对 那个时候实际 所有信封的邮票都得要剪下来 然后还让家里面所有的信封都要给到我自己 真的真的 其实那会儿不光是集邮 还有写信的这种习惯 对 那个时候 现在可能都打字了 那个时候包括大家集邮的时候可能都会 那个时候收到包括笔友啊什么的那种 那时候都是民居 是 民居都是民居 我们会积攒各地的这个民居的这个邮票 我感受到了一种时代的差距啊 对 其实其实骑游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们那个年代 思维都是哥哥啊 对 其实我小时候是有骑游的 我从小学五六年五年级的时候好像开始骑游 一直到高中毕业 那是蛮长时间的 对 一直到上大学 就来到上海就好像断了 但是我平时还是会去购买一些纪念邮票 嗯 家里还有一个专门加那个邮票的一个小孽子 对对对对 没事 最需要的 一定会有这个 对对对 长见识了 然后你知道怎么把那邮票跟那个信纸分开吗 诶 来 边哥给客户一下 我知道 我记得好像是要拿水运进去 对 运水 然后泡开之后 然后再把那邮票轻轻拿下来再晾 是是是是是是 感觉各位老师分享都是时代的痕迹啊 那其实寄信和邮票 现在在生活里面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纪念和仪式感啊 对 那在本次合作的基础套装当中呢 我们给角色都定制了专属的邮票 银芯片信封 在礼盒款中 除了基础款的物品外 还会包含手杖本 金属挂坠 相同图案的火器印章一套 以及特别的礼盒包装 相信屏幕前的制作人们一定会喜欢这份 来自炼羽制作人和中国邮政的联合心意 哇 非常棒的一份心意 是 真的不错 是的 是的 非常好啊 各位老师 这套小行章我们 自我保存 可以 穿东西了 对对对 看完了 谢谢 谢谢 那这就是今天晚上直播的第一个情报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这个环节的名字叫做炼羽印象 顾名思义啊 这个环节呢 就是想各位老师聊一聊 对我们游戏的印象 先不要着急聊啊 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 所以不是聊 对 先做一个小游戏 是做游戏 先做游戏再聊 还是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脑袋上的秘密 我们的游戏规则是 我们会给到每个老师 与我们游戏有关的一个词 大家能看到对方的词 但看不见自己的 为了尽快猜出自己的词呢 老师们需要轮流地进行提问 来猜出自己头顶的单词是什么 当回答他人问题时 老师们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回答 我们老师都是非常资深的配音演员啊 这个嘴上功夫肯定了得 一定要使出浑身解数 不让对方猜出自己头顶到底是什么 好吗 不让对方猜出来 对 不能让自己猜到头顶 但是也不能说谎对吧 当然不能说谎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玩吧 行 好吗 好 稍等一下 不能偷看啊 各位老师先把眼睛闭一下 我这个角度容易 不是 我帮你的 露露你说实话 你是刚刚看到了 不不 我真没看到 我是觉得就是 他转到后面去了 几位哥哥在这儿难为小弟一个人 我觉得不忍心吧 开始啊 各位老师稍微闭一下眼睛 闭一下眼睛 行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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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哦 哦 是这么个意思啊 没事 等会等会 雷哥你别动 我看看你眼睛里面能看 哈哈哈哈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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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哈哈 无泪你的眼 你得低下头 能看到啊 都能看到啊 好 各位老师现在应该头上都已经戴好了各自的单词啊 截大截大低头让我瞅一眼 是什么 哦 ok 接下来呢 我们先从边疆老师开始 啊 我先给一个小小的提示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交给夏老师了 这个提示就是 他是个 人名 哈哈哈 是个人名 你这提示 嗯 已经很ok了 都告诉我了 哦 哦 这就哦 你就猜出来了 这么厉害 那也是这么多人名 那你说说 来 我问个问题 嗯 男的 是问问题还是我们给线索还是你们给线索啊 你们给线索啊 对你们是我们给线索 我们直接给线索是吧 我们直接给线索啊 啊 边疆老师可以提问 也可以提问 对各位老师也可以直接给线索 你要问还是我们直接给线索 我不用问了 周其乐 哈哈哈哈 恭喜边哥 回答失败 你可以出去 哈哈哈 回想也不能可能这么白给是吧 看你们脑上估计也不是 好吧 这样这样我们提示给大点三个字 嗯 嗯三个字的名字啊 范围太小了 很很很美好的 很美好的名字 啊 还是还是女性 这都已经给到了 对没关系 呃边家老师慢慢猜我们到阿杰老师这一个 我也一样给一个提示 哈哈哈 别跟哪推个打猜啊 没事没事 别跟难受的 我们还有我们可以第二轮 没关系 我先给到各位老师 我的提示 哦 呃您这这个词呢 他 他不是个中文 哈哈 不是中文对 不是中文 不是中文英文 嗯 词也这个极大擅长 英文 哎呦 英文 哎 哈哈哈 把会是 帝太多 哎 哎 哎 放好稀里 哎呦 嗯 好像很接近哦 我就蒙了一下 好像有两个 蒙了一下啊 好像有两个 看你们这个反应有点 没事 有点先把这个旋念留到后 哈哈哈 到我了 啊我先给您一个提示啊 喂老师您这个呢就是 四个字啊四个字啊 四个字啊 然后他和游戏的系统有关系 嗯 系统 是 我们一张卡的名字 我们经常在游戏里可以看到角色和制作人一块 一块 各位老师也可以啊 给一些自己的提示 一块干什么 活动 walking 就是系统的一个 一个程序 一个关口进去 一个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太直白了 感觉有答案了 我我我我有点 哈哈哈 有点 有点摸索 我也得摸索 没关系 我也得摸索 我们也拜个关子 我们一会儿五个老师一起来揭晓吗 好好好 看谁最后就是 我的了现在对 是什么 我觉得有点 雷哥这个是最最简单的 真的 真的最简单的 所以就我不给任何提示雷哥 什么 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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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字数你肯定知道 不能说字数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觉得不合适 我觉得挺难的 我跟赵乐的想法不一样 真的吗 特别难 特别难 就是非常难 那或许是简单中透着困难吧 对对对对 你们两个在困难中也透着一丝这个 亲和力 你把他给一些上课的 我还是啥我都不知道 对对对 主持人你来说 好吧 给一个提示吧 这个 别给提示了 这个不能给提示 跟游戏有关 反正跟游戏有关 对我不相信 跟咱们游戏有关 游戏有关 跟咱们游戏有关 几个字还不能说 对不能说不能说 这也不能说 好了我就给到这了 那这样 那我问一个 这样雷哥问吧 雷哥问我们来回答好不好 我们给雷哥三个问题的线索 雷哥问想问什么问什么 他是 是 没错没错 他是 他是人名吗 不是 不是人 不是人名 哎 哎 哎 这个 这个不是名字是吧 对确实 那三位老师就跟他在这演了一个 是吧 我要重申一下规则 不可以说谎啊 不可以说谎啊 可以演啊可以演 不是人的名字 字数 超过这个吗 超过 超过 是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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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了是吗 好 到您了赵路哥 您这个太难了 我这个很难是吧 你这个 这样吧 咱俩这个谁难 咱俩这个哪个男 我不知道 齐骨相当 真的齐骨相当 这个其实是 因为 因为可能对换一个人来说 对我来说就简单 因为已经告诉我了 女人人名 三个字 嗯 对吧 可是我不知道 哈哈哈 没关系 路哥这边的话我也给 男人 人名 行吧 但是 但是我好我多给一点 呃 这个人呢和我们 的一种曾经的流行文化有关系 我就说 有没有听过有道理 忘了爱 这种 忘了爱 藏爱家族这种 嗯 其实跟鞭哥那个 其实我感觉很很很相似 只是性别不一样 对这两个 同一个 长得也长得当然也不一样 好像是的 同一个任务 是的是的是的啊 他不是就是在主线里的 主线里的 对对对对 对对 对我印象是 这两个都是属于可以 那就搞不好跟鞭哥那个是差不多的 是的 是的 嗯 那是但是你能猜出来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叫醒来的就是很夸张的那个人 对对对对对 非常夸张 夸张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我不用为难他们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鞭哥那个也要出来了 最后一个机会 直接猜吧 对直接直接开始说 如果说不出来 我就计较答案了 你你你那个角色 我还有一个印象 他的他的下巴特别坚 嗯他的下巴特别坚 女生嘛 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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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理包 哈哈哈 呃 鞭哥头上的其实是好美丽 可以自己拿下来看一眼 嗯 感觉这个名字对鞭哥来说很陌生啊 哈哈哈 心里只有制作人吧 嗯 对于宇宙大明星来说 他是不会 可以注重这些 是的 是的 那 阿贤老师是 我这个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吗 对大头 感觉大家好像 嗯嗯嗯 我觉得可能是 black swan 哎呀 回答正确 是是是是 你刚才为什么呢 因为说英文 嗯 我印象中我接触到那些 除了还有一个 以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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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包括像 一六四这些人名 这些人 他还有一个 我记得还来卡 随便蒙了一个 我说对吧 大家这个 哎表情我觉得嗯 八九不离十了 是 是吧 没错是是是机智机智啊 这哥 啊是一个夹子 哈哈哈哈 直接撕可能有点疼啊 哎好 那那就是 嗯 吴雷老师你是系统 那个露露说了吗 这个对吧 对 城市斑波 回答正确啊 轻调淡写但是回答正确 可以拿下来 那 我雷哥这个我的 好在我的这个不会是 不会是练语制作人吧 哈哈哈 就是这个答案 可以可以可以 对吧 雷哥这个真的有点属实作弊了啊 这个真好简单 特别是跟边江老师 但是我我也理解吴雷说的 对就是 就会觉得不可能让我猜这个吧 啊对 猜这个应该把那个拿上来 哈哈 对 哦 脑袋有点沉 对对对对 那你等我眼睛别动 行行行 给你提过这个便利 刚刚他说了 说了可能是跟编歌的那个是一个系统的帮助制作人去做一些这些但是叫潮 潮 对 对 就是他 没错 大胆的说什么来着 潮善人 哈哈哈 还是个地区的人 哈哈哈 这还是哪个会吃肉 哈哈哈 好吃 潮 啊 对对对对对回答正确 潮霸天 对了 好美丽 哦厉害厉害厉害 对对对对对 这两个我 这个游戏是没有惩罚机制的吧 是有的是有的 我们留到 开玩笑 没有惩罚机制 惩罚机制就是把你刚才的零食包吃完 哈哈哈 那靠谱 真的吗 是惩罚吗 哈哈哈 这是讲啥 各位老师是玩出风格玩出水平啊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表现 前面大家玩游戏的时候呢 说到了我们的练语室市民啊 比如说霸天啊 美丽啊她们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角色在练语室民当中 也有相当高的人气 基本上属于家喻户晓 所以我在直播之前呢 特地去了一趟练语室 采访了一些练语室 看看在他们眼中 我们最熟悉的他又是怎么样的呢 看看我们第一站到了哪儿 远哥你好 之前和你沟通过的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更深入的了解周其洛 你好你好 关于其洛能透露给大家的 我一定不保留 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 远哥也牵手过不少艺人了 现在带着其洛在工作体验上 有没有什么不同 体验差别还是挺大的 其洛的高人气 让我在圈子里的名声大了很多啊 之前有别的娱乐公司联系我 想把我挖过去 顿时感觉自己也是有身价的人了 只不过嘛我都拒绝了 现在只想专心做好他的经纪人 何况其洛的走红之路 也不是其他人可以随便复制的 哇 看来远哥对其洛真的很好啊 不过想来也是 和超级巨星一起工作的感觉 肯定很棒吧 唉 不了解的人都会像你这么想吧 但其实你不知道 我平常的生活充满了鸡飞狗跳和各种意外 你们俩 至少在采访的时候给我消停一会儿 大家都知道齐洛养了储物吧 有通告的时候我会帮忙带 没通告的时候他要出去玩 也是我帮忙带 我这个金牌经纪人的工作啊 一天天不是给猫蝉屎就是带狗溜弯 感觉以后就算不做经纪人了 也能去宠物店上班 唉 那齐洛私底下都会忙些什么呢 想知道啊 当然 谁不想知道超级巨星私下喜欢干什么 齐洛他 我想什么呢 艺人的私生活我怎么会随便透露给你 说回刚才的话题 每次都想着这是最后一次 但又架不住他的好言好语 前段时间他出门旅游 还给我带了好多伴手礼回来 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了 更可气的是啊 我这么劳心费力 每次他一回来 苹果香和Cello 就头也不回地跟他跑了 看来齐洛的吸引力 小动物都不能抗拒呢 那是当然 我们齐洛的吸引力可是世界级的 那远哥还有没有什么话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传达给齐洛呢 对 有句话我想说很久了 烦请你们务必帮我转告一下 希望他之后能少背着我跑出去吃东西 悄悄去也就算了 还要发朋友圈 你发朋友圈也就算了 还总是忘了屏蔽我 不屏蔽我也就算了 配上九宫阁美食图 让人想装作没看到都不行啊 这么听起来 齐洛似乎不太听你的话 没关系 我掌握了让齐洛听话的秘密武器 不过爱吃也是一种魅力 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支持我们齐洛 谢谢 谢谢 店长老师 我想说 这个远哥好像不只是周齐洛的经纪人 仿佛还是他的宠物保姆的感觉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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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就是我们小时候 尤其我 经常到外面看到卖宠物的比如猫猫狗 我都会说妈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 后来我妈就一句话 你买回来不都是我养 其实一样的 远哥就是这个角色 所以真的是远哥 特别特别辛苦 也对齐洛特别特别好 所以齐洛对远哥好一点哦 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像亲人的人感觉 是的 是的 那我刚从经纪公司出来 这不我又马上去了一趟特钱鼠 太累了 早吃饭去 今天真是累够呛啊 好不容易完成了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各位这是要去哪儿 我们刚刚拉练完 正准备去干饭呢 怎么没看见白警官 队长平时不和大家一起吃饭吗 难道没有 白队啊只是不怎么吃汁糖 对啊 我们白队啊什么都好 就是在吃饭这件事上搞特殊化 脱离群众 总是一个人吃毒食 还值得爱心便当呢 之前就被谁给看到了 唐长 你说是吧 为这事我还被罚跑了十圈 我跟你说啊 你们每一个心灾乐会围观的 都逃不了干系 我不就是 不小心在饭点的时候 不小心推开了白队的办公室 但是不小心发现他桌上摆的 规规矩矩的便当盒 不小心看见里面色相 畏惧全的爱心午餐 然后不小心拍了张照片 发在群里嘛 哪知道这些小子不安好心 在群里刷屏不愧是白队 发了一百多条 还把群头像都换成爱心便当的照片 白队能不生气吗 那不都是因为你手欠 知道白队从家里带饭的 又不止你一个 但是拍照发群里配文懂自懂的 全特签署也就你能干得出来 不罚你跑圈罚谁啊 懒得和你们计较 我这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 做好事不留名 学习贯彻雷锋精神 这位记者大哥 刚刚说的 你不会都录下来了吧 我们会选择性删减的 放心 从大家的描述中 能感觉到白警官 是一位非常严厉的人啊 你们经常被罚跑圈吗 这事还得问唐长 他竟也丰富 怎么又是我啊 再说了 我那是服从命令 不怕吃苦 得了吧 上次乱开玩笑 连累我也加跑十圈 还没找你算账呢 今天午饭你请啊 真要说的话 白队的训练 是决绝对对的 低预计难度 每人每天要完成 多少体能指标 都有一张表格 贴在训练场的墙上 每天都感觉自己 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凡是没有按时按时按时 按量完成的 连同整个小队一起 成倍数增加训练难度 谁都不想拖别人后腿 不过白队对自己要求更狠 除了不跟我们一起吃食堂 唉 真怀念以前同甘共苦 吃泡面的蒸容岁月呀 唉 是啊 我的是啊 特前熟食堂这么好吃吗 我都有一些心动了 唉 必须要说 我们食堂改良之后的饭菜 可太行了 堪比五星级酒店的水平 是真的 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 就是吃饭 唉 记者大哥啊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 最后还是没有去成 哈哈哈 谢谢 这个特前熟吐槽趣味多 看看杰大怎么说 唉 我终于听到这些 这个白起在背后啊 这些人 这个队员们 这么吐槽了 唉 但是我呢 我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白起搞这种特殊化 清幽可原 嗯 可以理解 大力支持 可是警员都被秀到了呀 真是 这个特前熟的食堂 我比较有兴趣 我刚刚还问 对吧 都吃什么 我到现在我还没吃上 哈哈哈 不过已经两位大咖 都没见着了 这个特前熟人人都有爱 这个华瑞总裁他来不来呀 主持人 今天的采访还顺利吗 提前在公司打过招呼 应该都很配合吧 刚刚结束了几个实习生的采访 他们都表示 经常被李总的威严震慑到 不敢靠近 正好为前你来了 和我们说说 在你看来 李总也是这样高高在上吗 请注意你的用词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李总是完美男人 我想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 二十岁就创建了华瑞金融帝国 不仅魄力十足 外貌形象 也有如十一世纪 古希腊雕塑般英俊优雅 自带王者气场 让人近而远之也很正常 这次随机采访 不会全部对外公开的 可以不用这么官方 你早说嘛 等我先找个安静点的会议室 关于李总的八卦可憋死我了 总算有人能说了 不苟言笑的K 这个外号你们都听说过吧 别看李总表面上有点不易近人 但他私底下有时候十分反差 你靠过来一点 我给你展开讲讲 之前有好几次 他突然让我帮忙整理些运势指南一类的书籍报道 还要我给他发十下最流行的星座测试的链接 我当时就纳闷了 李总怎么突然开始研究玄学 不过我毕竟有着优秀的职业素养 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上司的疑问 但现在想想吧 这件事还是很奇怪 我从来没见过李总用玄学管理公司啊 再加上那段时间 他还根据运势指南更换不同颜色的西装配饰 领带啊 口袋金啊 袖扣啊 也不是每天都参加活动 我自己琢磨吧 难不成他也信水逆 有没有想过他也许是为了配合什么人的穿着或者 公共场合说话注意点啊 不要随意揣测老板的想法 我作为总裁助理的这些年 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以外 隔三差五还需要兼职司机传话筒 看司机扮演红娘 偶尔还要英勇担当背锅侠 早已锻炼了一身本事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挖坑让我跳 怎么会呢 该了解的我们都了解到了 不该知道的也听到了十有八九 今天收获满满 感谢你接受采访 什么意思啊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我感觉我骗了好多人啊 跟每个人都说 我不会说的 不会说的全放 对对对对 那无理老师 您觉得这个魏谦说的这些 关于李则言的 不管是吐槽也好 还是怎么也罢 觉得怎么看呢 这个魏谦 在那么聪明的主持人面前 依然还是表现得非常像一位 合格的总裁助理啊 我相信就 刚才魏谦也说了嘛 他其实做了很多工作 他能到这个职务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头脑清晰的人 但是呢 尽管如此 但是他太八卦了 就是 他竟然在镜头面前 也敢吐槽我们李总 开玩笑 不过呢 我觉得啊 因为我相信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了解李则言的人 如果他可以在外人面前 这么说 那说明 我们的李则言本身 人就是一位非常好的人 也是一位非常棒的老板 嗯 揭开了关于李总的更多的一面啊 那我从公司出来之后呢 就直接打车去了一趟许教授的实验室 不知道今天许教授在不在 今天我们突击采访生命科学研究所 不知道许教授在不在 走 先去一探究竟 哎 你过来一下 能帮我看一下这个对不对吗 嗯 这个好像不太对 比重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哦 行 同学们好 打扰了 请问许墨教授在吗 现在是休息时间 教授刚刚接完电话 说有事情要出去一趟 有什么需要帮忙转告的吗 没事没事 不着急 我等他一会儿 不过我猜教授是出去约会了 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 嘉一 教授接到电话的表情和语气 都太明显了 虽然平时不太能猜出教授在想什么 但是唯独他接到某个电话的时候 脸上的幸福感藏都藏不住啊 教授不在大家都很敢说嘛 不过我赞同 相比起来平时的教授 还是有会可约的教授看起来更和蔼可亲 每次被教授突然问起论文进度的时候 那个眼神堪称笑里藏大刀啊 论文 眼神 写论文的痛我想大家都懂吧 不必多说 虽然能跟着教授一起联合发表论文很幸运 但有多幸运 写的时候就有多痛苦啊 阿民师兄 展开说说 光是分析一下实验数据 我就已经连着半个月点灯熬游了 更不要说整理综术和阐述实验方法了 教授的要求又超级无敌高 阿民师兄加油别放弃 一直比一张实验数据表一个奇迹 听起来是一位难搞的老师啊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没有说过 正式播出的时候会掐到这一段 不用担心 自从跟着教授做研究以来 每次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出举吹嘘也很有底气 对 跟着许教授不后悔 有一次上教授的课时 我稍微瞇了一小瞎 结果再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教授在讲什么了 跟不上教授节奏的下场 就是那节课的内容 我足足熬了两个通宵才补回来 现在的学生一个个都好不容易啊 看来许教授的学生们好像更喜欢 他们教授的另外一副面孔啊 雷哥 这个许教授的两副面孔 我是领教过的 但是我觉得 对待制作人和对待别人不一样 这个待遇本身没有问题 那确实确实啊 这个众人纷纷不出现 我把灵霄来相见 不知灵霄见不见 Hello isolated的各位成员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 乐队背后的那些事 怎么只有四个人 哎 背思手要晚些来吗 没事 这小子不出现才正常 刚排练完 我们也不知道这会儿他又上哪儿去了 哎 怎么感觉这个乐队的关系很一般啊 不用大惊小怪 那家伙除了排练和演出 其他时间都不知道去干嘛了 确实 听上去这是个很神秘的背思手 也许吧 反正总是害我和Adam斗地主二缺一 上回演出结束 有粉丝不知道被谁带来了后台 就想给他送个花 但其实散场后 他溜得比粉丝还快 让人白白铺了个空 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可以和我们透露一下吗 男大学生能忙的不就那么些事吗 学习 打游戏 追女孩 追女孩 我一直觉得这家伙是个不积极分子 平时有些什么展啊 活动之类的 他一概不关心 有阵子市里有个快闪恐怖主题密室还挺火的 我就去体验了下 有次无意和他提起 结果他竟然意外地很感兴趣 托我帮他买了两张票 类似的事发生了好几次 到后来我都习惯了 有时候手里有多的票就会直接给他 好像懂了 换个话题 Isolated几年前经历了一次成员变更 之后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此呢也是想借这个采访的机会 和大家说一声恭喜 希望乐队以后越来越火 是啊 咱们乐队现在演出 来看的人比之前多了 可是我的粉丝数却没怎么涨 一个乐队难道不是主唱最细分吗 你这算什么 托林霄的福 我那么炫的吉他 solo 都无人在意了好吗 但他谈贝斯的时候 台下欢呼声都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这合理吗 对啊 贝斯手的透明体制 为什么在他这里失灵了 对啊 Isolated的人气离不开在座的每个成员 我之前也看过你们的演出 觉得大家都很棒 是吗 那你说说你是谁的粉 大家对这位贝斯手的意见 我们会通过节目转告他的 感谢各位接受我们的采访 可能这是唯一一个 红了贝斯手的乐队了啊 哎呀果然啊 颜值极正义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对 当然另一方面的话 其实 从刚刚我们看到 Fitch 包括像Adam 包括像Rendell 他们的吐槽 可以看得出来 Isolated其实是一个非常欢乐 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团队 对 关系很好 对对对对 也正是因为大家其实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 嗯 每个人之间才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去吐槽 所以也希望大家去多多支持 Isolated的演出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老师们的精准的点评啊 嗯 也感谢以上接受采访的练语师市民 没有让我白跑一趟反正 也正是有了他们啊 但是估计你不会有第二次采访 我也觉得 他们都听到了 但是也是有了他们 练语师对于所有的制作人来说 才拥有了更多丰富多彩的回忆 诶 这不 下一个劲爆的消息 就跟整个练语师息息相关 所罗门的钥匙在掌心显现 法地马预言即将再现 到底是谁想要通过救世主的试炼 这个问题的答案 制作人们可以在新的练语解密盒中 来到练语师找寻 没错 继记忆深处之后 猎语制作人第二款解密游戏盒 Project Savior就是主计划 也正式开启了重磅预售 我们的研发组呢 这次也是冒着秃头的风险 给大家带来了更多 有趣好玩又好看的道具和谜题 下面就是实体解密盒 在我们直播间的首次亮相 趁着刚才介绍的间隙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东西都布置好了 那就请屏幕前的制作人们和我们五位老师 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哇 哇哇哇哇哇 好了 好多内容啊 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本次的猎语制作人解密盒呢 给制作人们提供了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 现在在我右手边这一盒 第一盒呢是标准版 而旁边的那五盒是DLC加料包 DLC是每位角色都有单独的一盒 制作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来自由的搭配 因为今天就是场地有限啊 盒子里有很多东西 我们是没有完全给大家展示的 好 一共有42道谜题和超过40件的道具 内容其实是非常实在的 40件我的话 这么多 对对对对 来比如说咱们这个炼羽城市攻略 这个来到炼羽市如果要旅游的话啊 这个东西绝对少不了 好精致 各位老师可以看一看 会展中心中心公园 还有车站的乘车时间 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详细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炼羽城报 哇 记录了炼羽市大大小小的一些新闻事件 炼羽城报 还有 设计很多 还有体育娱乐呀 民生呀 科技教育 老保老师来播报一下 还有这个今日天气 而且我觉得完全可以找到很多和我们 这个角色相关的这些内容 对对 可以简单的念一点点内容吗 好来 这有个标题 梦境干预不再是幻想 炼羽大学脑科学实验室再获国际大奖 这一天就知道是谁干的 特别是谁要受的 特别是谁要受的 对 哦 好多 不要再念了 少念一点 我们要卖 对对对 卖个关子 我发现了呢 还有价格呢 你们看 三元 三元 这个是炼羽市的官方售价啊 而且目前我注意到我们看到现在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广告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非常的干净 是吧 你待会让我看看中缝有什么 中缝有没有 哈哈 真的没有 哈哈哈哈 这个很干净 那在我手上还有就是black swan 的档案袋 那我一只手就不方便展示了 还留给制作人们自己去挖掘 哇 我看到了秘密 编路板 对 这个是 这个 炼羽的罗盘 哎 哎 炼羽高中的孝辉 对 曲教授的藏书卡 周其洛的电路板项链 屋里老师拿的是熊猫炎炎的任养 正好 我觉得 任养正书 我们的炼羽市动物园 李泽妍为表达对大熊猫的关爱任养的我们这个命名为这个炎炎的啊 是大熊猫啊 为此呢我们的炼羽市动物园特此颁发此处 哈哈 好棒啊 好羡慕啊 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好 现在我们老师手里拿的呢都是我们标准版盒中的一些关于角色的回忆物品 别着急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DLC里面的 哦 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是我们每一个角色的身份证 不过千万别弄丢啊弄丢了之后还要去补办 很麻烦 就比较麻烦 还有旁边的一些道具呢我希望各位老师自己来找一找 任领一下是吧 应援棒 我看到了 这个可以在洛洛的演唱会上为他打高 这个 那我就 消灵一伞 嗯 这个是白鞋的小狼是吗 小狼手偶 哎 这跟那个卡面一模一样 对对 做得非常的还原 这个外面看 外面看有有有什么 就 就挺正常 这个玄机都在 质感很好 暗藏玄机 哦 哦 是留给制作人自己看的 是是是是是是是 我手上拿的这串是 是 许墨的生命科学研究所的钥匙 嗯 哎 好想拿这把钥匙去看一下许教授的办公室啊 哈哈哈 我们这一次呢 是力争给大家还原一个更加触手可及的练语室 同样也会有很多惊奇的故事等待着大家 触手可及啊 这个手感真的是触手可及的好呀 是的 是的 这个小柴柴啊 老师们对DLC家乐包里的东西都还满意吗 我非常的满意 就看你什么时候送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道具啊 要等到正式与大家见面之后 才会一一揭晓 同时让制作人为了能让制作人们 能够收获到更完美的心意 后续我们研发组还会继续对解谜游戏盒的物品 进行优化和开发 不知道现在屏幕前的制作人们 是不是对我们的救世主计划有了一定的了解呢 那就不要犹豫 我们直接买它 买它 上链接 哈哈哈 没错没错 是的 是是是 咔咔咔就打出来了 直播间呢 特别为制作人争取到了早鸟福利啊 现实九折大仇兵 千万不要错过 这我应该穿一个带手机支付 是这个收付款二维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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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刷 趁老师们下单的时候我多加一句啊 第一本解谜盒记忆深处还有少量的现货正在售卖中 等不及的制作人可以抢先一步体验起来 是的 嗯 我想屏幕前的制作人看到刚才我们解谜盒的物品之后一定在心里最深处勾起了很多和他的美好回忆 我们先请老师就坐 好 其实回顾这些年发生的事情啊 我们一路走来也算得上是迷雾重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而制作人和我们的角色一路风雨同舟 经历了很多的危机时刻 对彼此的感情呢也在这些历历在目的片段之中不断的得到了升华 那么今天 也想带制作人一起看看 当他在第四年的节点回顾这段感情的时候 他的内心又会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 书篇小姐 你知道吗 其实你是我最大的灵感来源 在遇到你之后 我的音乐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 连我也未曾注意到的音色 和你在一起时听到的每一个细微声响 都成了旋律力的彩样 我本来想做你眼里全世界最厉害 最会唱歌的周琪罗 可后来发现 但是 其实在你面前 我偶尔不那么努力的发光也可以 今年四月在海边的时候 我们一起奏响了那段来自过去的梦 并不完美的旋律 我没有告诉你的是 合作结束的时候 我的心跳有多大声 那时候我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即便有一天周琪罗变成了声音嘶哑的老爷爷 鼠片小姐变成了耳朵听不清的老奶奶 我也要握着你的手 把鞋给你的歌唱给你听 我相信 那时候的周琪罗 也是你眼里最闪亮的星星 我想 一直一直 做你眼中 永不黯淡的星星 时间过得好快 和你重逢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没想到 快四年了 这四年 我们一起看过很多不同的风景 但最好看的景色 还是开着小黑接你下班的时候 你说过 我是你的勇气 但其实你也早就是我的勇气和力量了 你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 对很多事情 有自己的坚持和判断 而我要做的 就是守好这样的你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四年 我们都改变了很多 我会努力让自己别受伤 也会注意尽量吃的健康点 而最让我感到开心的是 你脸上 因为我而出现的笑容 越来越多 今天我们一起过生日的时候 你说觉得生活是一个圈 我们兜兜转转 都会回到原地 但我很幸运 因为属于我的云圈中 你是最重要的那部分 我不知道一辈子有多长 也想不到很久之后的事 我只希望 每天回家的时候 都可以抱一抱我喜欢的女儿 跟她说 我回来了 但任你的节目顾问以来 我好像一直扮演着解答问题的角色 你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 也是为了请教节目问题 但其实 你也是个好老师 是你让我学会 观察那些相机也无法捕捉的细微表情 是你让我了解到 在雨天的湿度不仅来自空气 也来自彼此不断升高的体温 也是你 让我明白了接纳心脏不受控制的激动 并不可怕 色彩 距离 温度 你教会了我 这些变量在情感的相信里 有着怎样的意义 还记得年初的时候 我曾和你说过 坦率地表达自己对我来说 是件很困难的事 但今年生日的时候 我得到了来自老师的夸奖 你说 觉得我并坦诚了 感谢你 给我们的这四年 写下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注写 我已经开始期待 未来会发生的 那些属于你我的 新的化学繁衍 接下来的日子 就让我们继续对彼此保持好奇 好吗 不知不觉间 又临近了某个问答很在意的纪念日了 自从某人开始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生活 我的行程表里也增加了很多额外事项 我从没觉得这是麻烦 虽然我没说过 但你应该能察觉到 毕竟在这方面 你一向做得不错 所以下次记得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当然 我也知道 你其实足够独立坚强 从你第一次单枪匹马来划热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相信你 一晃四年过去 某个笨蛋除了写策划案的能力大幅提升 思想深度也突飞门见 比如最近忽然开始悲唇伤秋 但希望我都有保质期 思考着永远的意义 跟笨蛋做解释效率有点低 不如直接来跟我做个交易 把你未来的时间都寄存掉 我也把我的一切都托付给你 我保证 你永远不需要为这笔交易的头子 会保留担心 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为什么认识你之后 不管去哪儿都莫名想拉上你一起 但不得不说 就算哪儿都不去 跟你待在家里玩一下 我当富翁似乎也挺有趣的 明明只是一些很寻常的事情 就好像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乐趣 就连去民宿开临时派对这种事 明明没那么有趣 可我竟然陪你玩到底了 乐队也是 我平常最烦结束的时候 还要被人拉着庆祝 可看到你在后台的时候 我突然有些理解Adam他们的心情了 你一个不小心 怎么习惯了这种把时间留给你的日子 你听好 我这人很懒 一旦习惯了什么就不会再换了 所以不用担心Live House人太多找不到你 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 我一眼就认出你 我是什么意思不用我再说下去了吧 唉 说了这么多掏心窝子的话 这次算我亏了 欠我的 以后你要还给我 虽然只是只言片语啊 但还是能感受到这份情感 既真挚又热忱 相信各位老师肯定感触比我更深一些 但是我都有点忍不住心潮澎湃了 这样五个不同的篇章 最终编绘成了一本 名为《练语制作人的书》 那今天呢又将迎来一个特别的纪念日 我相信我们的角色 也一定准备了非常非常惊喜的礼物 要送给他最珍视的人 那这份礼物呢 其实也来到了现场 不妨就各位老师猜一猜 这到底是什么礼物呢 这礼物 让他走出来看看 让他走出来看看 那礼物自己会走出来是吧 现在就是在我们 目光的右侧 这个幕布后面 这一张 刚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咱们来到会场的时候就 咱们来到会场的时候就 莫非是叠址大楼 可能 肯定是李泽源送的豪车嘛 你看这么大的场子 特别适合放车 是不是一辆车呀 我觉得是白起开的摩托车 非常非常先进的特别好的那种 好 车 还有别的答案吗 李总的私人飞机 已经飞走了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这是林乔 难道是哪个考古项目 发掘出来的 惊喜 真贵了 还是去年许教授的 球早掌车机 别猜了 这个赶紧带我们揭晓谜底好不好 那行 那就 雷哥您带着大家一块 我们三二一揭晓一下 三 二 一 哇 哇 各位老师猜到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真的猜不到 猜不到 是的 没错 这份礼物正是练语制作人 与VConture联名打造的婚纱系列 倾此一生 VConture是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品牌 创立于2008年 在国内获得众多模特与杂志的青睐 他们最擅长的是构造表达女性情感的色彩 以及设计形式 同时通过手工高定技法的不同表达 将女性独有的细腻与柔美 展现在细节之中 希望每一位女性能够在这里找到美与自信 来自VConture的设计师 帮助了每一位角色 为他们心仪的制作人 定制了只属于彼此的婚纱 而每一件呢 都由设计师们耗时数月打造而成 诶老师们 想不想近距离看一看婚纱 当然 顺便可以猜一猜 到底是哪一位角色的婚纱 好 好 那跟随我的步伐 我们一起一步到展示区 OK 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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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从这边这一件开始看起好吗 好 可以猜一猜这一件是来自哪个角色呢 周其乐 没错 因为你看显然一件 很多很多小厨局 是的 哇 做工太精细了 对 都是我们的设计师手工制作的 星星点点撒满了小厨局 别致的裙摆中呢 也能够显现出它的可爱 这一件就是周其乐为制作人定制的婚纱 木音 他将所有的青木融在音符中 想与你一起聆听 音符 说到音符 感觉现在这里面的这一条一条线 折线就像音符一样 对 还能看得出来一些别的就是元素在里面吗 编老师 比如说除了音符之外 还有什么感觉 看到这个 五线谱 没错 没错 这就是周其乐的风格和元素在里面 设计师们还通过对面料的二次创作 像这种 如太阳光线一般的这种太阳者啊 让裙摆显现出一种空气感 营造了体量感的同时呢 又通透俏皮 这就是我们周其乐的婚纱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套 姐大 看得出来这是 太明显了 因为这个婚纱上的这个绣的这个银杏叶的图案 还有一些银杏叶的这种绣片 充满了白起的元素 是的 有道理有道理 层层叠叠的网纱 这错落的层次呢 仿佛给我们带来了一阵清风 这款婚纱的名字叫素风 素风 老师们还可以看到啊 婚纱上有法式刺绣和立体手工工艺制作的银杏叶 飘逸 是的 它铺满了整个裙摆 你刚才说就是有好几层那种不同的这种材质的纱 确实给我 我刚才我 你自己说我仔细看了一下 确实有这种不同的纱 它叠起来的 有一种就是风在拖它的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 就是显得整个这个婚纱给人一种很飘逸的感觉 是的 而且再加上它这个上面 哇真的绣满了这种银杏叶 所以我感觉就是 好像风把这个银杏叶给吹起来 飘逸灵动的感觉 非常非常浪漫的感觉 其实阿歇老师说的没有错 这正是这件婚纱的由来 设计师们精心绣制数百片栩栩如生的银杏叶 模拟了微风符过后叶片飘落而下的姿态 将银杏叶逐片进行排布 才能这样在无形中营造有序的韵律感 嗯 那我们一起去看下一套婚纱 好 火雷老师这套婚纱的质感风格 你这么一问我 我就觉得这个充满了我们李总李泽言的风格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花可能大家应该都相识 因为这个花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对 是也其实也是代表爱情的爱情之花 应该是玫瑰的吧 没错 没错 而且它它好像很很多 因为我看到裙版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对的 这一件呢是李泽言定制的婚纱 凝食 象征着时间凝固在一刻而幻化为永恒 这铺满全身的玫瑰花蕾丝和半高领的复古设计呢 都让这件婚纱更加的华丽 它和其他的婚纱都不一样的就是 它有一个半高领的设计 对 而且啊 吴老师你的眼睛很尖 这个玫瑰花真的不简单 每一朵都经历了剪裁 烫运 手工缝制 造型这四个步骤 工艺师们呢会选用进口的真丝欧根纱及欧根段 精心裁剪了上千片的花瓣 才缝制成了这样一朵朵立体又还原的玫瑰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特写镜头啊 因为这里是密密麻麻的 然后其实下面我一直在注意下面 其实下面全部都是这一层一层的里面 这都是手工 对 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玫瑰花 非常非常的棒 做这一件应该 对 挺像李总的风格的 非常的用容 非常的滑贵 好的 那我们看完了李总的这一件婚纱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看看下一件 夏蕾老师 那这一件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 上面的元素 我觉得真的挺好认的 许墨的小蝴蝶 然后我还能够看得出来有结梗花的元素 是的 是的 这件婚纱的造型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 我觉得应该是优雅 确实 确实 许墨为制作人定制的这件婚纱呢 名叫《红诗》 《生命中最美的诗》 一定要像彩虹般绚丽 确实 它这件婚纱的整个款式 跟前面几件都有所区别 是的 对 整个看起来好典雅 真的 除了夏蕾老师提到的结梗刺绣和立体蝴蝶 我还可以悄悄地告诉大家 光是群身的蕾丝 就耗时四个多月才寻觅而得 哇 这个特显可以看得到 对 而刺绣的部分呢 工艺师采用法式刺绣等工艺 花费了数百个小时 最终才知作而得 对 可能真的要到我这么近 才能看得上看得清楚 它里面有很小的一颗一颗的 把它用手工串起来的这个质感 太厉害了 都是工艺上的一件一件又一件的奇迹啊 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件 好 好 我们走到最旁边来 谢谢 那赵璐老师 这件 真的真的 一看就是 确实是灵霄的风格 对 特别有意思啊 上下采用了不同的面料 给人一种新鲜的时尚感 这件正是灵霄的定制款 名叫蜜雨 有些秘密 等到下雨你才会知道 真的是这样的 其实像刚刚提到的那样 你看 包括这个铁线帘这样的一些细节 包括上面的一些水晶 其实就可以把它看成是露珠 是的 水珠 就是灵霄一开心嘛 就会下雨嘛 对 所以这个一颗颗的珍珠 就特别像灵霄开心的时候 天空飘洒下来的这样的水珠 是的 很浪漫的介绍啊 这个雨滴和铁线帘的组合 让这个裙摆尽显灵动 除此之外 这件蜜雨的上衣也是大有来头 纯手工捏制的灵口褶皱 与腰间的花结 都是经过设计师反复尝试 才打造出了这一份 随性又不是柔美的特别设计 确实这个断纱的设计和结合 包括我们看裙身的这样的一个 褶皱的一个设计 就非常地凸显出来 它时尚年轻的一个细节 和灵霄的气质 非常的温和 这就是我们五位角色 给各位制作人带来的 五款特别定制的婚纱 那其实在婚纱的设计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角色也一直参与其中 每一个特别的设计 可能都蕴藏着它的心意 我想它们的心意 还是要由它们亲口来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它们在设计初始 表达了什么样的心意呢 这个世界上 对我来说最重要最特别的人 它的婚纱一定也是与众不同的 我猜 它会喜欢蓬松的裙摆 像天空中软厚厚的云朵 有种无拘无束的感觉 它很喜欢我的音乐 所以我想把最动听的乐曲送给它 对了 五线谱上跳动着的自由的音符 得想办法融入到婚纱的设计中 如果要再加些图案点缀 那就选小出局好了 象征着快乐和希望 就像它一样 拥有给人带来幸福 和勇气的能力 想象中她的婚纱 应该有和她相似的旗帜 想象中她的婚纱 不过确切地形容词 不过给人的感觉很温柔 很舒服 婚纱的材质 选柔软一些的网纱吧 扬起的时候 像风的形状 轻盈舒适 她应该会喜欢 不过只有网纱又好像单调了一些 所以 加点装饰应该更好看 对我和她来说 银杏承载着一份重要的回忆 如果在裙摆绣上随风飘起的银杏 婚纱就更有意义了 你说她会喜欢吗 一定会的 嗯 婚纱的设计 唯一需要考虑的只有与她相称 不是吗 我想 如果有花束一般的裙摆 在她脚边铺展开的话 她应该会很喜欢 可能这种设计会有些舒服感 但能让她的脚步更加贴近我 如果可以 我想让杰耿花与蝴蝶互相缠绕着 从心口的位置蔓延开来 直到落在她的脚下 静靡而又灵动 想来会很适合她 只要她站在我面前 就注定是不可辜负的风景 似乎光是想象那个画面 就足够令我期待了 李想的婚纱吗 倒也不是不能透露 概括来说 华美的婚纱才足以与她相配 整体看上去要能展现出她的从容有度 毕竟某人早就成长得能够独当一面了 手工定制的蕾丝花纹 选缠绕在心肌上的玫瑰 有韧极又不失优雅 是她给人的印象 用在这里刚好 建议再加一些水晶质感的伞中 可以考虑 不过当她穿着婚纱向我走来时 就是我眼中的全部 婚纱的话 既然要做就要做得特别 做得让她喜欢 像领口这种一打眼就会注意到的地方 设计得显得精妙才行 至于花纹样式嘛 盘绕在铁线网上的铁线帘怎么样 这样她能一眼就认出来 对了 裙摆上是不是可以穿一些精英剔透的小东西 看着好看 像雨滴 为什么会有雨 开心的时候就会下雨啊 穿上这身衣服 一定会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每一个女生心中最纯洁的梦就是洁白的婚纱 所以这一次为了让更多的制作人 能够感受到这份温暖和专属婚纱的浪漫 我们特别定做了五款 短款头纱 这五款呢上面也有专属的刺绣 而工艺呢也跟我们的主婚纱是一样的 确实 每个都不一样 对的我们是每一个角色做了一款 看到了看到了 这个采用了跟主婚纱上面一样的手工立体画来点缀啊 是的 而且为了更好的传达心意给制作人 头纱上的每一个珠花 都只将由VConture的设计师 纯手工制作 这很花心思 对 只为了达到最美的效果 不过除了头纱之外 各位老师有没有看到桌上的另一个东西 可以拿吗 也是每一个角色 手腕花 也是每一个角色专属的 那这五款手腕花呢 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丝带啊 为什么呢 因为希望有更多的用途 比如说除了做手腕花之外 还可以做发带 可以做choker 没错没错 那其他更多的用途就等待制作人自己挖掘了 我觉得我这个花做的特别精致 它每一个花心花蕊 一颗一颗它都上面有一个小水晶还是宝石 就看起来轻易剔透的感觉 你们那个都没有吧 我这个也有 我这个也有 每个都很精致 大家都很精致 因为这都是VContour的设计师手工做的 所以说还是饱含心意 很花心思 是的很漂亮很漂亮 画板的一层它的质地都不一样 每一层摆的下面是半透的 对我这个也是 那这样一个心意满满的头纱和手腕花 都将会包含在练语制作人与VContour的联名礼盒中 后续会通过线上售卖 有兴趣的制作人千万不要错过 还有一个福利 为了庆祝本次合作呢 练语制作人还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 活动期间进入游戏输入屏幕上的兑换码 就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合作头像框一个 是是投杀造型的吗 没错 雷哥被你说中了 就是投杀造型的 当然对合作婚纱有兴趣的制作人 也可以留意练语制作人与VContour的官方账号 后续发布的信息 合作婚纱会在VContour的线下门店中展示 制作人们可以去线下店一探究竟啦 这么惊喜的情报爆料完了 屏幕前的制作人们是不是和我们一样 觉得非常的满足过瘾 不知不觉呢今天的直播也快要迎来尾声了 作为四周年的纪念直播 我们还有一个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环节 还没有进行 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周年仪式环节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 四周年纪念蛋糕有请 哇 四周年的蛋糕 这三周年我们推蛋糕的情形历历在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 有多小心 对对多小心 对包括杰大和毛毛老师都是 因为我们过的时候 当时还有那个那个那个隔电线的 是是是是是是 漂亮很漂亮 来来来看看 这就是我们四周年的蛋糕了 一共五层我们五位角色都在上面 一同见证了游戏和我们的成长 我们又可以收藏又可以收藏 好香不错 好香啊 又好看又又好闻 这绝对不是我们节目拿来的道具啊 我相信也很好吃 真的可以吃 那我们可以在切之前和我们的所有制作人们 说一说内心有什么话想说 嗯 从 编老师开始 从我啊 嗯 就不知不觉一同走过 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 洛洛一如既往的阳光 朝气 从不吝啬 对你表达爱人 那这样的她也拥有着 至于生活中所有不开心的魔力 我也同时受到很多她的感染 希望今后的时光里呢 我能跟洛洛一起 继续为你带来更多的温暖 嗯 我想白起的心意啊 就像风一样 可以无时无刻的 抚慰着你 未来的每分每秒 甚至每一天 所以呢 我也会一直 作为见证者 见证你们的今年 明年 乃至今后的每一年 说得好 四年的时光 会留下非常非常多的痕迹 李泽妍真的是带给了我 太多太多的回忆 其实我很庆幸了 能与李泽妍 还有与你一起 并肩前行 我也相信 在未来 我们与李泽妍相伴的时光 会很久很久 会的会的 我曾经说过 许默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 他的生命的脉络 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 总也看不清楚上面的纹路 可是每一次 每一次的相遇 都会让我觉得自己 更加读懂了许默一点点 就让我更加期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可以真正 真正读懂许默的那一天 期待这一天 从林肖登场以来 其实他的每一面 我觉得都充满了很多的惊喜 我们也在不断的这种惊喜当中 更加地喜爱他 我相信 制作人们 你们也是如此 所以未来就让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发现 他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也去发现我们所有人身上的可能性 谢谢 谢谢五位老师 那这样一个温馨的时刻 我就把时间交给五位老师了 我们一起来祝福一下吧 其实先我们祝福一下 我们一起说炼羽制作人 四周年生日快乐 好不好 那么来吧 礼拜 我们把手放在一起 这样才对 我去年手好像是在 最外面还是在下面 好 开始了啊 好 炼羽制作人 四周年快乐 是的 是的 炼羽制作人 四周年快乐 其实每一次到直播的最后啊 无论是现场的我们 还是屏幕前的制作人们 心中肯定都有千千万万想说的话 或许这个游戏 只是一个平凡的爱好 或许只是闲暇生活时的一点碎片时光 但在岁月的沉淀中 有些人 有些事 从过往的某个瞬间起 与我们的人生交汇相知 逐渐成为一段 无可替代的相遇 感谢各位看到现在的制作人们 也非常感谢声游老师 能够参与这一次的直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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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但是 又来了 但是 我们还藏了一个情报 想在最后送给大家 希望这个PV 能够给大家解开更多 关于未来的答案 四年间的朝朝暮暮 每份回忆都值得品鉴珍藏 期待未来 一路与爱同行 与你同行 感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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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愿意 我愿意 与你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 我始终记得 为什么能一路坚持走到这里 我答应你 绝对不会在这里直播 别乱动 别乱动 剩下的 你什么都不用管 睡吧 我会让明天 无数次地成为今天 我会获得 这份持之以恒的胜利 我会获得 你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对手 我会获得 我将我的全部 卸给你 没必要惧怕这个世界 我来教你如何去赢 我来教你如何去赢 好 nova 过去的这一年里 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 一起养了宠物 一起尝试了很多之前 没有做过的冒险 用来收藏的回忆侠 也都快满得装不下了 想到这样的日子 在新的一年还会继续 还可以和你一起探索 更多更有趣的东西 我恨不得 现在就能快进到 下次见面 还记得我和你说过吗 你是我产生灵感的来源 我坚定地相信 周其乐和薯片小姐 加在一起 就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 新鲜灿烂的生活碎片 新一年的宝藏回忆侠 已经准备就绪了 现在我要向全世界 最好的薯片小姐 发出邀请 新的一年 也请继续 陪在我身边吧 没想到这么快 又走过了一年 从再次相遇到现在 习惯了有你在身边 每天都很充实 很安心 我不会刻意去记住 每一件事情 但和你有关的每份回忆 始终清晰无比 在你身边 才让我觉得回忆有重量 小黑已经很久 没有和你一起 出门溜弯了 如果最近有时间 我们可以一起计划 新一年的出行安排 记得你说 你很喜欢上次 一起看的星空 前两天 他们又推荐了个地方 我们可以再一起去 吹吹晚风 你想做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一起 创造更多 只属于你和我的回忆 又快到一年中 最冷的日子 按照惯例 有位小朋友 应该在等着我的信 给你写信 似乎成为了一种 纪念的标准 提醒着我 与你又共度了一程 珍贵的时光 前些天 去研究所附近的花店 发现老板记住了 我的喜好 原来不知不觉间 我们已经买过 这么多四千花 而和你一起时 看见的斑蓝色彩 似乎也模糊了 冬日的概念 这些小花 有的能开几天 有的 能绽放半月有余 就像组成我们生活的一切事物 在或长或短的相处时间中 令我们知晓生活的更多意义 而在这恒久变化的世界之中 我唯一期待的不便 就是始终有你 在我身边 某人已经连续几天 旁敲策机地提醒我写信了 最近日程的确很满 但答应过你的事 我不会忘 年底各种纪念日要到了 大概能猜到 你要在策划些什么 毕竟在制造惊喜方面 你的执行力向来值得承载 多亏了某个笨蛋 持之以恒的努力 我承认 所谓的仪式感 确实会让人对生活 多一些期待 也不用太刻意去构筑 那些奇思妙性 有你在身边的每一天 本就值得惊喜 把握住现在 和我一起去看看未来吧 无论选择怎样的明天 我都会和你一起实现的 没想到有一天 我还会再写这种东西 不过想到你之前 收到新的反应 再写一封也不是不行 我这人不喜欢无聊 总要找点刺激 有趣的东西 和你待在一块的时候 好像不用可以去找什么 就已经挺有意思了 我从不爱过那些 五花八门的节日和纪念日 但你老是乐此不疲地 拉着我一起 说实话 这么多次体验下来 和你一起过节的感觉也不赖 这样算起来 你还欠我好多事没完成 别急着否认啊 我都记着呢 放心 不会让你吃亏的 公平交易 拿这封亲笔信做凭证 想做什么告诉我 我保证不反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栏 HA